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个carshare的平台 就像香港的共享单车那样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共享私家车的program 如果刚刚移民过来的朋友 可能还未有机会或者不想买车 其实这个carshare program也是非常有用的 可能你并不需要每一天都要开车 可能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才有一两次需要用车 而又想环保一点 也可以减低自己的碳热印 甚至有些时候可能需要租一架车 去帮忙搬屋 或者付一些比较大的供应 我今天要介绍的covilles就非常适合你了 这间公司所提供的车 全部都是低排放 一些hybrid 或者甚至有电动车的选择 他们在英国里面有60个城市 都有他们的车可以给你租用的 以下来就讲一下如何加入这个program 首先可以上一上去covilles的网站 你会看到他这里提供给你 有一个永久的会员费 就是25磅的 当你加入的时候 而他每个月也有最低消费 就是5磅 其实就代表你每个月租一次车 其实就已经可以cover到5磅的最低消费 你首先要按这个按钮 就去online登记 他里面会有一份form给你填 都是一些基本的个人资料 然后就可以link你自己的银行卡 去setup account 当你的accountsetup好之后 他就会有一个位置给你 upload自己的driving license 和NI number 然后他就会将一份membership pack给你 里面就会include一张smart card 当你拿到那张卡之后 你就可以去租车 现在他们也在做一个promotion 就是一个referral的driving credit 如果你加入了之后 你就可以email我 告诉我你们的名字 还有可能告诉我 你加入Cowheels的时候 用的email address 我就会email给他们的customer team 当你完成第一个booking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20磅的driving credit 下一次租车的时候就可以使用 另外也和大家简单说一说 它是怎样收费的 除了我刚才说过 它有每个月5磅的最低消费之外 租车的费用是by the hour 但它也是会每15分钟的charge你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mileage fee 看你的车走了多远 它就会收到你多少钱 但当你租全日或者over night的时候 是会便宜一点的 而所有的有钱 是已经包在你给的租车钱里面 而一些基本的保险 和breakdown cover 都是包在的 而这一页都会看到不同车种的收费 例如最小的车种 就是4.75元一个小时 如果要去到七人车 大概就是7.25元一个小时 如果电动车是5.25元一个小时 在这里你都会看到 如果你租7个小时以上 它就不会收你再多的钱 如果你再on top 继续再租 它都只会收你38.5元 和额外的mileage charge 而在这里也会告诉你 over night的定义 就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 而租一天的定义 就是任何一个24小时的时段 之后来就跟大家讲一讲 怎样去online book这个服务 当你开了account之后 你就有一天回到自己的dashboard 第一个make the booking这个位置 就进入你的location 当是Birmington 然后进入你想租的日子和时间 然后按search 它就会告诉你 在你进入的location附近 有哪些车是available 在你这个时间里面是可以租到的 而每一个车款里面 它都会有简单的description 告诉你 这辆车是自动波 而这辆车是棍波 如果只是有自动波车牌的朋友 在租车之前就要看一看清楚 当你决定好要租哪辆车的时候 就可以按一按这个tick 然后它有一些相应的reminder 要告诉你 然后你就可以按book and make payment 当你完成了你的payment 然后又到你租车那一天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着它寄给你的这张smart card 去到你车的location那里 然后就将一张卡 放在你driver's seat 前面挡风玻璃 它会有一个sensor 那你就放一放它 然后就可以unlock到车了 当你每次拍好车要锁车的时候 都是用同一张卡 放在同一个sensor上 它就会自动帮你锁了车 如果你租车 走到只剩4分1的油的话 你就要拿着它那张油卡 去附近的油站 去有一天油 它油卡上面 就会有那间公司的名字 你就可以搜索一下 究竟在你附近有哪些油站 是可以用那张油卡的 当你用完那辆车之后 就拍回原本 你拿车的位置 同样都是用一张卡 去lock回车 然后就完成了 我自己就用了co wheels 差不多一年 我觉得它们的服务都非常好 当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打电话 或者在它的app里面 去联络他们的customer service 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在app里面联络他们 会比较快 多数都是即时就会有回复 在很多其他问题上面 它们都是很helpful的 如果大家对于他们的服务 或者租车上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 另外如果你们有什么 英国日常生活的资讯想知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 like这个video 和subscribe这个channel 多谢大家收看